7月24日上午中国外交部通知美国驻华使馆 中方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营许可 并对该总领事馆停止一切业务和活动提出具体要求 中国此次外交行为是对美国7月21日无故要求中方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决定的反制 中国外交部的公告中说到7月21日美国单方面调戏事端 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 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以及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 中方上述举措是对美方无理行径的正当和必要反应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符合外交惯例 中美之间出现目前的局面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 责任完全在美方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 为两国关系重归正常创造必要条件 7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有关人员从事与身份不符的活动 中方多次提出交涉 美方对此心知肚明 外交是讲对等的 并且要求驻成都总领事馆的美国外交官 在30天内离开中国 此次中国要求美国关闭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反制举动 充分体现了外交中对等的艺术 第一 与美方要求相对应 也要求美方72小时实施关闭 并且随机央视及各大社交平台 在线直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撤离现场 目前直播量已达千万次 网友直呼 直播这招真的厉害了 第二 两个使馆建管时间都比较早 业务量都属于中等水平 而且都位于国家西部 甚至处于同一维度 此次中国外交部不仅刚 而且巧妙地将此次外交危机抛回给了美国 在接近美国限定的关闭期限 中国使馆依然在运转 7月23日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蔡伟 在接受Platical记者的参访时表示 中国对关闭令表示抗议 不会承诺关闭该领馆 中国驻休斯敦领馆将继续开放 直到另行通知 我们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但我们也发起了强烈的抗议 因此 我们敦促美国放弃并撤销这个错误的决定 如果美国撤回了 那么此次操作就是自己打脸 如果美国坚持强硬 有下一步更激烈的动作 则中国可以一葫芦花瓢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中国此次反制活动 在推特上也引起了热议 外国网友纷纷表示 套朗普政府这是要把美国人 带进战争火坑的节奏 美国现在已经到处树敌了 新冠的疫情也完全失控了 特朗普还有功夫在这儿撒孩子气 到处惹事 最后还不是要国民来买单 还有网友说道 特朗普能不能别天天想办法 怎么把新冠和美国经济衰落原因 甩公给中国 能不能把这心思 好好用在抗议和经济复苏上呢 打铁还需自身硬 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特朗普如果想得到选民手中的投票 是不是应该干点真正有助于美国国民的事情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就算最后特朗普如愿当选 中美之间这场大剧战将会何去何从 未来将会如何收场 这种做法 真正能给美国带来多少实惠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